就是盲德拉效盈 我們請到一位很特別的嘉賓 很神秘 在陰謀論界之中 他當然是專家 但他最特別的地方是 今天我們可以見到他 他可以看我們 但你們是不可以見他 原因何在呢 因為如果你們見到他 他就會有危險 我們見到他 他會有危險 事不宜遲 立即介紹兩位朋友 K先生 K先生 歡迎你上來幫我們講陰謀論 你究竟是陰謀論研究了多久 大家好 我是K先生 其實我陰謀論研究了很多年 其實陰謀論這個字 就是美國政府想歸類一些會質疑他們的人 從小到大都很多問題想問 加上陰謀論的恐怖題材 全部加上真的令我很有興趣 哦 即是你是質疑者 可以這樣說嗎 經常都有 經常的事情都要先問一下問題 你經常說這個問題就源自 就開始了你對於陰謀論的研究 對於整件事上 那不如說回今天的話題 是 曼德拉效應 其實不用你說 大家都知道 就算有沒有陰謀論的朋友都知道 曼德拉其實是來自一個南非的總統 是 但其實怎樣會這樣開始整件事 其實曼德拉效應 只是現象的一個名字 來自總統 曼德拉 對啦 很多人其實集體記憶中 他應該在80年代坐牢的時候 就已經死了 但2013年很奇怪地又出了他的死訊 很多人的集體記憶和現實有很大的差距 就開始這個名字 曼德拉效應 當一些事件好像和我們記憶出入的時候 就會用這個名字去解釋 但我想問要多到多少人 只是我媽媽記錯 只是我婆婆記錯 當然不是 是要多到 即是譬如 2013年 說他傳出死訊 每個人都 他不是 即是80年代死了嗎 是嗎 網上資料就說 至少有幾千人在網上去說這件事 不是呀 他80年代應該已經過世了 為何他13年又死過呢 所以也是有爭議出來 我想搞清楚那個年份 他80年代坐牢 傳出死訊 但後來他是放回牢出來的 那時候是否已經不公自破呢 這個謠言 所以這個問題就是 他放出來的時候 好像大家又不太記得 到13年的時候 死訊 人們就想起 不是呀 80年代好像看過新聞 說他在獄中死了 大家就有這個錯誤的 不知為何一起會這樣想 對 有時候我覺得這些是有些根據的 我覺得全部是曼德拉那些東西 至少 他是一種負面的東西 他坐牢 負面的東西 可能跟死亡很容易有個掛勾 你明白嗎 不是說 譬如如果80年代 他是升職加新的 不會是記得那次是死的 記錯也有個譜 一定是有相關的 而且整件事也看不到他 對 坐牢看不到 可能跟死亡很適合 這個方向 其實都是那些東西 就算一起錯 都是錯那些東西 不會假到整件事 調轉了 原來說他生了雙胞胎 是 不會的 是不是這樣 是呀 跟那些已故的人士 都很有關係 譬如電影中 也有很多曼德拉後刑 譬如這個已故李小龍先生 他很經典的一個對白 他就去 是否精武門這部電影的時候 去這個日本的拳館就說 中國人不是東亞病夫 但如果大家看這部電影 現在有的記錄 他沒有東亞這兩個字 沒有理由 這部電影即是大大話話 李小龍是忠實勇等 是 我看過很多次 真的 以我記憶所及 真的是東亞病夫 其實大家都會記得是東亞病夫 很多戲去扮演這部電影 譬如周星馳也拍過很多戲 說是東亞病夫 但如果你現在看那部電影 是沒有東亞這兩個字